哈囉大家好 讓我們一起透過立體的講解 更認識化學反應的計算吧 今天有一個瘋狂的怪博士 同時擁有甲物質與乙物質各6公克 博士使用兩個物質進行反應 並產生了丙物質共12公克 而有一日 瘋狂博士從朋友的實驗室中 取得了10公克的甲與20公克的乙 一如往常將它們進行反應 在這邊我們要來暫停一下 請各位小朋友先想想看 這次實驗中 甲跟乙兩個物質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所以我們今天的問題是 若取10公克的甲化合物 和20公克的乙化合物進行反應 反應後 甲化合物和乙化合物會剩下多少公克 並產生多少公克的丙化合物呢 在開始解題之前 讓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今天有一位麵包師傅 他根據食譜 食譜使用了100公克的奶油 與100公克的麵粉 可以製造出200公克的餅乾 我們可以發現食譜中 食譜使用奶油與麵粉的重量比 為1比1 而在一次宴會當中 麵包師傅預備了 雙倍的食材 也就是200公克的奶油 與200公克的麵粉 經過師傅的巧手 製作出了400公克的餅乾 此時使用奶油與麵粉的重量比 依然為1比1 我們可以發現 不論師傅預備了多少重量的食材 只要按著食譜製作 師傅使用的奶油與麵粉重量比 會一直維持1比1的關係 讓我們回到這個實驗當中 根據題目 6公克的甲 與6公克的乙反應 可以產生12公克的餅 而甲化合物和乙化合物的重量比 為6公克比6公克 也就是1比1 因此在這個實驗中 兩個反應物的重量比 將會一直維持1比1的關係 今天博士使用了10公克的甲化合物 和20公克的乙化合物 哇糟糕了 現在兩個化合物的重量比 不是1比1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 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而這兩個情況分別是 把甲用完 以及把乙用完 首先我們要來討論 把甲用完的情況 如果我們把甲完全用完 也就是消耗了10公克的甲 那麼根據反應物重量比例的關係 也會消耗10公克的乙 並且產生20公克的餅 而如果把乙完全用完的情況下 我們要先暫停一下下 請小朋友想想看 如果乙完全用完 瘋狂博士會遇到怎麼樣的情況呢 今天乙若消耗了20公克 則甲也會消耗20公克 但是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甲只有10公克 因此 甲化合物在這個情況下是完全不夠用的 一個化學反應中 若有兩個或兩種以上的反應物 則完全被用盡的反應物 我們稱它為限量試劑 也就是這個情況中的甲化合物 所以經過上述的討論 我們知道 把甲用完的情況才是可行的 並且消耗10公克的甲化合物 和10公克的乙化合物 來產生20公克的餅化合物 而反應後 甲化合物會完全耗盡 乙化合物會剩下10公克 並產生20公克的餅 因此本題答案為 甲化合物剩下0公克 乙化合物剩下10公克 產出乙化合物20公克 你答對了嗎 甲化合物剩下10公克